这里是上海敏航区的洪泉路 是不是很有韩国的feel 韩国街每到假日 总是挤满哈韩的粉丝来朝圣 韩剧里面最多的就是新拉面很多 然后就想过来看一下 我上次买了这个芝士的年糕 然后回家做了韩国的炒年糕 味道就像我去韩国吃的味道差不多的 你想得到的K附食材 在这里应该都找得到 毕竟韩剧里主角大口大口的 把食物往嘴里放 任谁看了也受不了 80%好像都是韩国人 这记忆年就是突然间就是韩国 都是中国人 80%都是中国人 都是看韩剧过来的 都是所以年轻的群体多一点 曾几何时上海韬客追捧的台湾美食 现在变成了又红又辣的韩国小吃 有食材自己动手做当然很好 如果不会做 上海街头也随处可见 多换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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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个上海街头 韩国小吃也越来越多了 越来越多 越来越多 现在很难找店铺 郑彰珠原本任职于韩国前35强企业 1993年就被派驻到大陆 去年因缘际会拿下韩国国民小吃 炸马铃薯鸡的专利 没做过餐饮生意的他 在大陆开了第一家店搭上寒流一炮而红 开业是那个周末的时候呢 那时候一天他卖了那个1200元以上的那个人就不购了 这个正不错啊 周一到那个周四的话 他们那个平常卖那个1000个以上的数据 还有周末的话1500个以上的数据 小面积的店铺 大陆最最最普通的食物马铃薯变成了大受欢迎的小吃 郑彰珠14个月内开了471家 平均一天开一家 而另一个大受欢迎的不用多说了 就是这个 大陆粉丝靠着网络天天追戏 光靠全智贤的一句话 韩式炸鸡不用宣传就卖到翻 吃的东西也是一种的文化吧 对吧 所以中国年轻人 他们喜欢看韩国电视剧 肯定有好影响 我们来吃的东西 如果他们不喜欢什么 这个韩国那个高手 或者那个韩国电视剧的话 这个炸鸡啊 这个可能肯定就有什么方便了 对吧 还有来台湾过来的好大大自拍啊 这个更大的 这个更喜欢的 就是说他们已经习惯了韩国国的话 所以我愿意接受我们的韩国 南国来的这个大 就是我们的好吃 你喜欢吃韩国想吃吗 挺喜欢吃的 从什么时候开始吃呢 就看韩国综艺节目 平常继续每天都在吃 所以我也 我想看到我就吃了 韩国料理节 我看来吃的好像挺过瘾的 就留头说自己没事也继续买的吃 但如果刚好看到嘛 就过来买了 如果说买泡菜吃辣炒年糕 是哈韩的一种体现 那不得不提咖啡厅 韩剧中长腿欧巴跟女主角 一定会在浪漫唯美的咖啡馆中 谈情说爱 韩系咖啡馆让韩剧场景重现 我觉得这里跟韩剧里面的那个咖啡厅很像 所以你觉得这里有进入韩剧场景的感觉 有 而且非常身临其境的感觉 挺特别的感觉 让人感觉氛围比较好 和欧美的不同 这个感觉还挺轻松愉悦的 有很多顾客都是在上海比较远的地方 穿沙很远的地方 然后专程自己开车开过来 这样子 差不多两三个小时这样子 然后开到市区 然后到我们的咖啡店来喝咖啡 韩系咖啡馆在大陆积极扩张 加上韩流明星代言的效应催化 几大韩系咖啡品牌光是近两年 在全中国就开了近600家店 展店速度比星巴克还快 咖啡店和其他商品 韩国商品 在中国的咖啡市场 都变成了一种 中国市场是 非常巨大市场 现在还有一些咖啡文化 是变成了一种 韩国文化在大陆从影视产业走向日常生活 韩粉在本地充分感受韩式氛围 也让韩国的美食业者 能在大陆遍地开花 成为不容忽视的新潮流